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敬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八母掌这个系统 在八卦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那么我的八卦拳呢 师父是公宝斋先生 师爷是公宝田 然后祖师尹福东海川 所以到我是第五代 那么我今天介绍这个八母掌呢 目的不在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或者敌传等等不是 因为我认为古人传下来的这个艺术 他的生命比我们个人要长远 而他的价值也比我们个人要高 所以我没什么功力 我是拿我的身体啊 来发掘这一套系统里面古人潜藏的智慧 然后把它传给现代的人 这是我的心愿 好 言归正传 八母掌这套系统呢 在八卦拳里面是属于内修工的系统 也就是说他锻炼的是丈夫跟经经统 那么八卦拳与八卦的连结 也是在这里作为一个最紧密的一个起始点 八卦拳所对应的这个八卦图啊 是后天八卦图 那么为什么是后天八卦图呢 这个后天八卦图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 它分为内四卦跟外四卦 就是说东南西北是内四卦 四个角落的是外四卦 那么内四卦跟外四卦看起来是八个 其实它是四项的阴阳面 也就是说它是其实是一个四项的内外两面 它是四个 这个很重要 在后面我们谈到八母掌的时候啊 会再提到它 第二个是后天八卦图可以跟五行做一个紧密的结合 大家晓得金木水火土 比方讲火是 离卦是南方属火五行中的火 北方坎是五行中的水 东方正是五行中的木 西方金是西方对之五行中的金 然后中央匹土 所以呢是八卦九弓加上了一个中央的中弓 那么因为跟五行的结合 大家知道了在中医里面 中医把人体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一个这五行五个家族的和和协调一起运作的一个机动的系系统 比方讲心 心这个系统 我们说心这个家族 心足血脉 身体的血脉是由它管的 然后呢心又跟小肠相表里 跟小肠系统是同一个家族 比方讲皮 皮是组什么 皮组肌肉 然后皮跟胃 又是相表里 然后肺 肺呢跟大肠相表里 肺组身体的皮毛 肾 跟膀胱相表里 然后肾呢 组我们的骨 然后 东方的 木呢 是组筋 肝是属肝 肝又跟胆相表里 所以我们的人体啊 以这样来看的话 它是五个家族的合作 而在顺利的运作的 基于这个观念 中医系统跟我们八卦权 对人体健康与否的概念 不在于强弱 而在于平衡 八卦权追求的 尤其是这个内修工的八母掌 追求的就是顺通平衡 这个很重要 牵涉到八母掌的练法 好 另外呢 五行里面啊 每一个工 比方讲火沿上 火的力量是往上的 水的力量 水就下 水的力量是往下的 木呢 木是向上生长 所以木是由下往上的力 那么金 金呢 金是由上往下的力 这也是四项的运动的方式 这是顺的方式 所以里面呢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能量运动的基本的形态 所以后天八卦这个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呢 包含了八卦八卦的意义的含义 包含了五行 医学中医生理的含义 包括了五术里面力量流动 跟产生的 这样子的含义 那么八卦权的祖先们 要如何在每一个工用一个知识 来包含这所有的意义呢 这个就是八卦杂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呢 我就从离工开始示范 我会脱掉外套 因为我希望各位能够看到这个筋骨的变化 那因为最近肉比较多啊 如果减肥以后再来示范的话 可能要让各位等待很久 所以呢 各位就发挥一下想象力 假装可以看到那个筋骨的变化 好 好 我们先谈离工 离工五行里面是心属火的 力量是向上的 那怎么练心呢 这里先说明一下 八卦权 八母掌在练丈夫 有一个我认为是很伟大的发明 就是他是利用脏腑在我们体内摆放的方式来运作他 比方讲 心跟胃在体内摆放的方式呢 都是悬吊式的 都是悬吊的方式 所以他可以做什么运动呢 他可以做这种左右往上提 如果我们的力量往上提 可以把它提起放下 心跟胃都是这样的方式 所以在八卦八目掌里面呢 是心胃同练 因为他们的运动方式 可以操作的方式是相同的 肾脏呢 不一样 肾脏的摆放是横的 所以肾脏的运动呢 是什么 是浮或沉 我们称为浮或沉 好像在水里面 不是浮起来就是沉下去 所以肾脏的运动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等一下我们走到肾的长的时候 会发现八目掌怎么来运动它 肝呢 肝很大 每天在工作 它需要的是什么 工作的空间要充分 所以肝不能压抑它 肝属木需要的是什么 生长的空间 所以要把那个空间开开 肺也是一样 肺的呼吸 肺很大 它的呼吸也是需要很大的空间 但是受到肋骨的限制 所以在肺涨的时候 我们也是想办法 给它一个空间 那么 当 我们在运动 脏斧的时候 八卦 走掌呢 还分成左转 因为它是围绕着一个圆心 我们在圆周上走 所以就分出左跟右来 所以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身体啊 跟脏斧的运动 也分成左跟右 我们开放某一个空间 我们开放某一个空间 关闭另外的空间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走掌的时候 我们在练这个部位的时候 我们限制了其他的部位 一些的能量 而把这个能量攻击给我们现在要锻炼要操作的这个部位 这个是他的一个一个导引的想法 八母掌确实是跟我们道家的导引术啊 结合的非常好 是武术跟导引术结合的一个很很完美的一个例子 好我们先谈这个心长 心的长又叫做单凤朝阳 单是因为南方属火 颜色是红的 凤凰是熊鸟 然后呢 他的方式是从这里起 到这边 然后呢 转 转 转肩 转走 转腕 手掌往 往后翻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的目的是用往上勤的力量 打开我现在心脏 我的心脏把它往左边往上提 左往上提 给左边的多一点的空间 所以当我用走的方式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是尽量开我的心脏这个空间的左边 好 这个姿势 第一个是往上提 大家都能够理解 为什么肩往外翻 肘往外翻 手腕往外翻 手掌往后翻 这里牵涉到了一个跟经络的关系了 经络、气、走气的 12经脉的经络 经络、血管 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体里面 它自己是结构不起来的 它是软的 尤其是经络的气脉 它是无形的 它是跟着我们的经 经就是竹、竹头经 筋骨的经 跟着经走的 所以当我们要打开这个气脉的时候 我们先要打开经路 所以在这里 因为大家知道心 心的经脉从小指到手腕到手肘到肩下来 在每一个关节的地方就是经会塌陷 或者气脉会组织的地方 所以在八卦拳 八目掌在练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关节都能够撑拔开 比方在这里 心 我们从小指开 开始往前引往后翻 手腕往后翻 手肘撑起来 撑起来 翻开 手肘把它拔开 肩 肩 这个地方 肩 翻开 翻开 然后身体做一个拧转 然后后手 当我们的身体向左转的时候 后手往下沉 肩扣住 肩扣住 限制到右边的空间 然后肩膀 手肘 手腕 手掌 往下按 往内旋 左手往上提 往外旋 往左旋 所以身体产生了一个拧的劲 保持住这个劲 来运动 那么要注意的是 八目掌比较困难的是 我们的身体必须做很多部分的细微的调整 比方讲 手举起来 肩不可以起来 肩起来 肩就歪了 手起来 肋骨不可以出来 骨盆也不可以歪 所以要把我们往上 勤勁翻转的力 收拢收拢收到中央来 才能够影响到我们心脏这个部位 这个是比较需要一段时间 来学会调整自己的身体的 那么在武术上来讲 这个心 它的力量是这个力量 所以在武术上来讲呢 它是一个往上的力量 它是一个往上的力量 好 这是大致的讲一下 练新的这个丹凤朝阳掌 刚才讲了八卦是四项的内外面 四项的阴阳 这个离宫是四项的阳阳 阳阳也就是太阳 它的对应 外四公的阳阳是什么 是钱 钱在八目章里面是属头 也是往上的 所以呢 头这个掌 钱宫的掌是练头的 八卦的内四外四啊 分成心肺肝肾肾 是内四掌 头背腰腹 是外四掌 头这个掌呢 它的练法是 两只手都请起来 左手对到圆心 右手去追左手 然后身体转 身体转 这个是练头 力量是都朝上的 因为钱是完全朝上 刚才离呢 离挂中间还有一点阴 所以它不是完全朝上 钱宫 钱的力量是完全朝上头 好 这边讲 讲一下 也是跟经络有关 为什么走这个掌的时候 它是对到圆心 身体转向圆心 而不是侧侧侧面 因为当你走侧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打开的部位是肋骨 侧面 可是 刚才讲 心跟小肠相表里 在这里 我们除了练头之外 我们同时要打开 小肠筋 那么小肠筋的走向呢 最复杂 最难打开的部分 就是在背后 肩胛骨 那个区域 所以当我们往上延伸 你的上手要去尽量延伸 去追你的前手 这个叫做狮子张口 的时候呢 你的近一点 我的臀部 要往后做 臀部往后做 腰往下拉 可是我的肩胛骨 身体转向中心 然后我的肩胛骨要往上升 肩胛骨要尽量往上升 把我的手臂 上面的手臂往前移 往前面拉开 拉出去 这个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 狮子张口的这个力量 上手的力量 必须沿着手臂 手指手臂一直到肩胛骨到腰 这个是两个羊羊 一个内 一个外 第二个 我们讲肺 肺的掌 我们摆一个肺的掌 八母掌里面的肺是这样摆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摆 当我在练 摆住一个姿势的时候 各位看 后面的手肘跟上臂 贴着肋骨 向内挤压 限制到 现在我限制到我的右肺 而左边 我的肩 肩胛骨 我的肩胛骨 往内收 往脊椎收 带动我的肩 往后开 然后呢 手肘提起来 大拇指往外翻 好 这个掌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 在 在这个地方 一般人 手掌翻起来 手肘就落下去 手肘翻起来 手掌就落下去 可是这个掌呢 要求你手肘提起来 往外撑 而你的手掌要翻 翻起来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第一个 除了我刚才讲的 打开 左肺的空间之外 第二个是 还是跟经络 有关系 肺的经络 是从大指 手腕 手肘 肩 胸 所以 当我们的关节 比方讲 肘关节 是弯曲 在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 气脉 在手肘的地方 就不容易通 当手腕 落下来的时候 气脉 在手腕的地方 就不容易通 所以我们必须什么 打开肩 肩关节打开 肘关节 打 肘关节 肘关节 打开 肘腕关节 打开 大拇指 要往左 现在 大拇指 要往左 带 带出 然后后 后掌 关注 右边 往前推 身体呢 微微的往下沉 这样子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什么力 产生一个向左转的力量 一个凝 一个凝转的力 这个是练肺 包含了肺脏系统 跟肺的经脉 而在武术上面呢 这个掌 它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产生大拇指 当我的掌一带 我的掌一带的时候 产生一个这个力 产生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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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产生的 是产生的 产生的 是我们叫做黑虎出洞 这一式 刚才肺的呢 叫做白云线骨 西方金的颜色是白 好 产生的 产生是练背 背是什么 背是肩胛骨的这一块 肩胛骨横的这一块 我们称这一块为背 背要怎么练 这个背呢 我们的姿势是这种 黑虎出洞 黑虎出洞 在练的时候 胸 这个手是往前 可是胸要开 背要紧 胸开背紧 不能因为背紧 胸臂 也不能因为胸开 背合 我们必须什么 胸开 保持到胸开 可是呢 背紧出 所以这个动作 在八卦里面 是把身体 分成前后两半 前面的力量往后 后面的力量往前 把背张开 跟一张公仪一样 这个是练背的掌 所以这个背的掌 这样走的 那背在经络上是什么 它跟肺相表里 所以它走的是什么经 是肺跟大肠相表里 是大肠经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肩关节要这样子往后开开 这里往后开开 然后背后要往前 往两边往前伸开 把关节 把关节撑 撑 撑 撑开 也是跟 大肠经 有关的 在我们继续谈正宫肝的掌之前 刚才前面几个掌呢 我忘记提了它的驱动力 因为我们在走圈 走圈每一个掌有它的一个驱动力 是由这个姿势所产生出来的 比方讲 丹丰朝阳属心的掌很明确 它就是上面的手 圆心在那边 我现在是内 左手是内圈 往上撑往外旋 肩走腕都往外旋 然后后手往下按 往内旋 手肘往外顶 形成一个这个力量 形成一个这个力 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 就根据这个力 在走圈 那头呢 狮子张口的掌 前手对圆心 后手尽量往前伸的时候 你看 前手对圆心 肩胛骨往前送 肩胛骨往前送 把肩膀往前上方送 腰胯往后做 所以在腰上面 到你的肩胛骨的部位 到肩膀的部位 形成一个往这边的拉力 往这里的拉力 这样的力量 背上面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这个是狮子张口的驱动力 白院线果肺掌的驱动力 刚才有讲很简单 就是大拇指 手肘往外 肩往后 肩胛骨 肩胛骨往脊椎 所以我现在要向左转 左边的肩胛骨往右带 带动我的左肩往后 手肘起来 往侧边 手腕弯曲 大拇指也往侧边 然后后手 肩胛骨的力量 左边肩胛骨的力量 往右带 这个力量给到我的右手 所以右手往前手掌推 所以产生一个 这个平转的力量 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这个是白云线果掌的力量 那与它相对的 背掌 黑虎出洞掌 这个掌呢 前手往前伸 上臂往内观 保持到前掌平的 上臂 上手臂往内卷 往内卷 上手臂往内卷 胸张开 肩胛骨往两边张 肩胛骨往两边张 然后后手也是沉肩 手肘往下 往前 力量往前 往内往前 肩胛骨张开 手臂往内往前 然后前手臂的大臂往内卷 带出一个这个力 这个力量 带出一个这个力量 以这个力再走 好 这个是背 黑虎出洞掌 好 我们现在讲 正宫 肝 这个是平托掌 正宫 鼠木 肝跟树一样 种树一样 需要空间 所以我们怎么给出 这个空间来 第一个是手掌 前手 往手肘跟手掌 都往上 往前拖 所以这个掌 又叫做平托掌 然后呢 这个拖的力量 把这个肋骨的上部 往上导引 往上拉 肩要松 往上拉 这个力量是往外去 往外去的 往上拉到这里 然后呢 现在我的右胯 我的右胯 要往左转 我现在走的圈是往 往右走 我现在走的圈是这个圈 所以我的右胯 要往右转 前手不动的情况下 前手往前 往上拖的情况下 我的骨盆 向左转 从下方 把这块区域 肝的这块区域 往下后方拉开 所以一个上前拖 一个往下往后 拧转 把这块开开开 然后后手呢 肩轴自然下垂 平托 再挤前 所以这个的驱动力 就是往前 上臂往内 然后骨盆 往这边带 骨盆往另外一个方向带 这样出来一个这个力量 出来一个这个力量 这个是平托爪 的驱动力 是属肝的 给肝一个足够的空间 那么这边顺便讲一下 走着 八目掌 的呼吸 基本上 不主动 呼吸 也就是说 身体 的呼吸 是 我们打开 一个 空间 外面的气 就自然 进入到 那个空 空间去 然后我们拉出来的 比方讲 丹风 朝阳掌 我拉出来的 经脉 力量 是 拉出一个 能量的 通路 这个能量的 通路 通到 我要锻炼的 地方 然后 我的姿势 身体 微调 再把 我要锻炼的地方 的空间 打开 所以 当我做到 这个条件 当我的空间 打开的时候 气自然进来 气自然进来 不需要吸 当我们在动 动的时候 在走 脚底下 在走的时候 脚的走动 脚的走动 起落 提供了一个 下部 由下部 产生的一个 热能 来吹动 给上面的身体 那这个热能呢 它就走到 你给它的通路 跟你给它的空间 外面的气息 空气的压力 也会自然 经过你的鼻子 鼻子 鼻子放放松 自然 进入到 你给它的空 空间 所以 没有呼吸的压 压迫 这个气的进出 感觉不出来 它是 源源不断的进 源源不断的出 没有吸满 没有感觉吸满 也没有感觉吐 吐完 就是很松的 内外相通 做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所以像刚才的平托掌肝 也是一样 拖起来 拖起来上面出来 底下骨盆一转 你就感觉到这个区域 很舒服 空气进来 这边的空间开了 这个是八母掌的 尤其是内 内势掌 尤其是内势掌的 呼吸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刚才 平托掌 与平托掌相对的 与平托掌相对的 平托掌是正宫 是阴阳 内势的阴阳 外势的阴阳 是什么 是 迅 迅宫 迅宫是腰 所以肝掌在这边 腰 迅宫的掌 看 手尽量往外翻 往外翻 肩 肩往外翻 走往后翻 手掌也往后翻 也往后翻 翻到什么程度 翻到这个腰 后腰的地方 往下沉 所以腰产生一个 凝转 向下往上的凝 向下往上的凝转 向下往上是 往上是 怎么来 你的后 后手 后手小臂放平 然后呢 整个手臂 整个小臂往前翻 引导到你的 肩 后手的肩膀 也往前扣 所以 前手 往后翻 把这个腰 往后 往后凝 如果只是单方向的力量 你会感觉你的力量是 往后倒 所以前手呢 往前翻 平衡过来 你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往后 这个往前 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产生一个这个力 前手 往前一翻 往外 产生一个这个力量 这是他的 走掌的 这是他走掌的驱动力 是 这个力量 后翻 前翻 外指 这个力 这个是腰 是迅 迅功的 这个掌呢 又称为风轮掌 他在武术里面 给的一个力 一个力的来源 就是腰 腰的一个力的来源 是腰 一层 腰 层 这个腰的地方 一层 这个力量 所以风轮掌的力量 腰的力量 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好 这个是腰 接下来呢 阴阴 肾 肾脏 肾脏 刚才提过 肾脏摆放位置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有 沉 沉浮 他的动作 有浮沉 这两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练肾的时候 我们是让一个肾 单边的时候 一个肾下去 一个肾起来 下去的肾 怎么做 肩往后翻 肩往后 肩胛骨往下沉 肩胛骨往下沉 手掌往下按 这个是北方 叫做白蛇腹草 砍弓的掌 属肾的 白蛇腹草 开往下按 后手呢 后手也是在后面 往下按 往内宁 往下按 往内宁 所以这个肩 后面的肩 是往前扣的 所以后腰 的地方呢 变成往上提 左边的后腰的力量 是往上提 右边的 右腰的力量 是往下沉 后面两边 一上 一下 那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因为肾经 在前面 肾的经脉 在前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拉起来 所以你这个掌 如果走成这个样子 你的这个掌 走成这个样子呢 肾经就没有开 没有拉 拉起来 所以打开 下沉 基本上这个掌 这个掌 是 这个样子的 那这是一个 砍水 是一个往下的力 所以是一个 这个力量 胜一层 这个力量 这是这个力量 这个是砍 是肾 跟肾 内室的阴阴相对的 是外室的阴阴 是坤 坤 在八目章里面 是属 腹 腹 是指的 这个上腹 跟下腹 那么在这个掌的 做法呢 很简单 就是 手往前 这个手 好像抱一个 婴儿一样 肩 肩跟肩胛骨 都放松 让这个两个手 的重量 把你的整个 肩膀跟肩胛骨 往前带 好像滑出去一样 这个叫做麒麟土 土树 这个掌 然后呢 胸松掉 胸松掉 让这个力量 胸的力量往下沉 然后背呢 围攻 背围攻 箭 箭椎 尾往前顶 所以背后是一个圆 圆弧形 腹 腹是肾 肾的相表里的 是什么 是膀胱 膀胱筋 膀胱筋 是在后背的 所以当在练腹的时候 这个走腹 是腹部的力 腹部的力 同时 后背的膀胱筋 要开开 要用这个力量 膀胱筋 开开 所以 这个掌 腹部的掌 麒麟土树掌 在走的动力呢 是 圆心 在这边 前掌 往外 后掌 往前 形成一个圆 这里形成一个圆 这个手 手走 手走往外顶 后手往这个圆推 按按的力 所以形成一个这个力量 背一弓 背微微一弓 形成一个这个力量 这个是腹部的力 通常是女孩子 女孩子 这个力量是这样用的 这个力量是这样用 是腹部的力量 这样用的 所以这个是 坤 坤功 以上呢 简单的讲了 八母掌 很简单 那在练的时候呢 当然有很多的细节 需要注意的 身体的细微的调整 内外细微的调整 比方讲肝 肝这个掌 肝筋 在这个区域 左右内外 转来转去 所以当我们要打开它 它的时候 除了提起来 除了往下 在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要细部 里面要细部调整 你觉得不顺畅的地方 要做细部的调整 所以在走八母掌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的身体 你的注意力要放在你自己的身体的内部 去打开 去伸展开 那个不顺畅的部分 而去让能量进入到我们要锻炼的部分 好 八母掌是这个样子 一个知识 包含了八卦的内涵 包含了五行的内涵 中医跟五行跟脏腑的关系 包含了五术里面 身体的不同部位产生的力量 很不容易 这个的归纳 这个的归纳实在是很不容易 但是我为什么把它称为一个八母掌系统呢 因为这个是母 这个是母 每一个柿子在走的时候呢 它是静态的 比方讲 白云线我在走 我就是维持到这个知识 虽然我在走动 可是这个知识是静态的 没有变 所以当我要从一个知识 换到另外一个知识的时候呢 我要经过一个换掌式 为什么要有换掌式 因为当我在走这个掌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把我身体的能量 导引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去 所以当我要换另外一个掌的时候 比方讲我要换 我要换 单凤朝阳掌 我不可以直接从这个区域变化到那个区域去 中间必须要经过换掌式 把能量重新调和到我的身体 各部分 各归各位 然后再从这里再调动到另外一个我要锻炼的区域去 所以记得吗 我们讲过 我们追求的是顺通平衡 所以在双患掌 这个是八母掌是属于双患掌 是属于内修功的 我们的走动 我们的动作以平衡稳定为主 平衡稳定为主 这个八母掌静态的 他要怎么动呢 他要怎么产生相互的关联呢 有一趟拳 我们有一趟母拳 我们叫做巴掌拳 这个里面呢 包含了八母掌的动态 有一趟拳 叫做八卦炮锤 也是母拳之一 包含了 这个八母掌 在打斗的运用方面 他的变化 然后每一个弓 依据这个八母掌的招式 以他为起点 往下发展相关的动作 所以每一个弓 有一趟拳 比方讲 丹凤朝阳 八母掌的丹凤朝阳 我们是这样摆的 这样摆的走 到了八掌拳里面 八掌拳里面呢 他变成一个 这个动态的 成为 成为 这个样子了 到了炮锤里面 炮锤是一趟很有趣的拳 很深奥的拳 炮锤里面呢 离宫进去了三次 所以有三个招 第一个霸王禁酒 第一个霸王禁酒 然后天王托塔 津津津天素 看起来是一样的 他用的力 主要这个力量是在哪里 是在这边 往上 这个地方 心窝这边 心这边的力量 往上顶 所以这个拳出来 这个拳出来是 从这边看 这个拳出来是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是这样的力量 往上的力量 不是往前打 是一顶 前面这边一顶 所以它在泡锤里面 是下去以后 这个力 这是属心的了 所以丹凤朝阳 到这个地方变成这个 所以在八卦拳里面 属于哪一个掌 它是不是同一个家族的东西 不是看外形 是看力量 是看力量 好 头呢 八目掌里面的头 狮子掌 狮子掌是这个 到了 巴掌拳里 到巴掌拳里面去 它变成了这个 变成这个 这个力量 变成这样打了 到了炮锤里面呢 前弓的拳 前弓的拳 它变成什么了 它变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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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然后呢 刚才讲 离工 离工的套路 它开头 它的开头 我只做一个头 是 这个 以这个为起始 往下发展 与它相关的招式动作 而形成一趟 套路 然后 废 我们讲到 废 在八目掌里面 白月县 县国掌 是这样子的 到了八掌拳里 里呢 八掌拳里面 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掌 到了炮锤里呢 炮锤 到了 对弓的掌 的拳 变成什么 变成起来 调 这个拳 所以这个拳 打出去的时候 这一拳 打出去的时候 是胸膛 往前顶 胸膛 往前顶的力量 不是用腰 也不是用背 就是胸膛 当我这个 这个叫做 恶虎倒心 是整个人 扑上去 这一拳 它是属肺的 然后呢 到了 对弓的拳 对弓 这趟拳呢 也是一样 它是从这边 来到这里 以后呢 这个是属于对的 在拳 拳里面 炮锤里面 到这边 有一个这个式子 叫白 白元管鼠 白元管鼠 所以到了 对弓的拳 是以这个 为起始 往下练 好 更弓呢 背 背在走 八目掌 是这样子 是背上的力量 到了 八目掌里面 动态的 它变成一个什么 它变成一个 这个拳 它变成一个 这个拳 侧面 这个拳 所以 当我打这拳的时候 当我打这拳的时候 不是这样打 也不是用腰打 是 这拳打出来的时候 还是一样 开胸 紧背 这拳是这样 侧面看 这样打 这拳出的力量 是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属背的 到了炮锤里去呢 前攻 东北方 变成什么了 它变成一个这个了 背 成为一个这个柿子 这个柿子走了 这是前 前攻的 然后呢 青龙飞升 干的 我们在走八 八目掌的时候 是这样走的 这是静 静态的 到了八掌拳里面 动态的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了这个了 它变成了这个 变成这个 是这个部位 所以在练这个的时候呢 是这个部位 肋骨 肝这个部位 再画一个圈 前 上 后 下 是在开这边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 到了炮锤里呢 炮锤里 正攻的 干的 它变成一招 叫做 孤焰出群 它变成一招 是这样打的 所以它这拳出去的时候 因为它是属干的 这拳出去的时候呢 不是直 直打 是 这样子下来 手腕一提 是从下往上挑 挑着打 手肘也是 往前一进 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出 是这个力量 打出 因为它是属干的 跟这个 是一样的力量 好 好 迅弓 腰的 腰的是这个 走八目掌的时候 是这样走的 到了八掌拳里面 动 动态的 它的动作成为什么 它的动作成为这个 这个的力 在腰 腰上面 看这个 力量的来源 是腰 往下沉 腰一沉 手一翻 一沉 手一翻 这个是在 八掌拳里面的 这个 封文掌 那么 到了 到了 泡锤里去呢 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 推窗望月 变成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一上一下 而这个是腰 也是 也是在腰 一沉 这个力量 是 出去 这个力量 后 这个力量 这样打的 然后呢 到 它的拳了 提一下 到了 迅弓拳 迅弓拳 它打出来 它的起 起头 就是一个 孤艳出群 翻 成为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再往下练 这个是迅 迅弓的 昆弓呢 昆弓 走掌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 到了 八掌拳里 里面去呢 变成一个 麒麟土书 变成一个这个 全是 这样打 腹部 这个时候是腹部 往前顶 然后呢 腹部往回缩 所以 腹部一进 一退 啊 到了 炮锤里呢 炮锤里的 昆 昆弓的 叫做 盘 盘弦 硬阳掌 它变成什么 它变成一个 这样子的 式子 它变成一个 啊 盘弦 这个时候 腹部往前进 腹部带动的动作 往前进 切腰 翻掌 然后 腹部往回收 一按掌 这个是 属于 昆弓的 炮锤里 昆 昆 昆弓的 啊 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昆弓拳呢 昆弓拳 起 起头 成为这个样子 啊 这是昆弓拳 所有的八卦拳的套路 到最后 的动作 都是收到 坤 收到 所以我刚才讲 谈到 从八母掌 它以一个 知识 来涵盖 八卦各宫的 特性 中医 对人体脏腑的 对应 跟经络内脏的 关系 然后在武术上面 每一个掌 产生一个特殊的力量 一直到 这个静态的八母掌 往下演化出 动态 当静变成动的时候 它的形态变了 可是力量没有变 当它要往外去应用的时候 形态变了 可是力量的根源 没有变 当它自己发展出去 自己变成一套拳的时候 形态更变了 产生出孩子 孙子 真孙子 很多 可是力量的根源 没有变 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如果了解 归纳的困难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 创造出这套系统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里面有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东西 是现在还没有看到过 现代的 人体知识 发展出来了 什么原因 因为 比方讲医疗来讲 现在的医疗 就算是中医 都是被动式的 是医生给病人看病 可是在这里 它提供了一个方法 是可以去用我们的身体 实际去执行 道家修行的理论 跟中医 调和脏腑的理论 我们在用巴母掌 尤其内侍掌 调和脏腑的时候 用的道理 很简单 也是跟中医一样 虚则补其母 实则卸其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当我要练肾的时候 充实肾的时候 我练什么 我练对功 然后关联 砍弓 关联肾 关联肝 以这三个为主 每一个都一样 虚则补其母 实则卸其子 那平常的时候呢 就是用这些方式 去充实 我们每一个丈夫 个别的能量 你在锻炼的那段时间 把身体的能量 特别供给给他 然后转换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 那么在武术上面 他也很清楚的 发展出来 一个动作 一组动作的源头是什么 然后这个动作往下发展 可以产生出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招式是什么 是力量的变化 不是动作的变化 动作是跟着力量而变化 所以八卦拳在练习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在研究 这个力量的变化 阴阴阳阳阳阳阴 当中怎么转 阴阳之间的力量怎么转 而每一个力量的转动 产生出很多不同的 招式动作的变化 这不是一套很珍贵的系统吗 而这只是八卦拳系统的一部分 而已 里面很多东西 跟道家的修行的理论 若和福吉 所以我认为八卦拳这套系统呢 是从道家里面出来的 这套系统不可能是一两个人 或者一两代人 他能够发明的 自己可以发展出来的 因为里面牵涉到的中国文化里面的内涵太多了 太深了 也太细腻了 对于身体的锻炼跟运用 实在是到了一个非常细腻这样的一个程度 此所以我愿意去推广它 不是因为它打斗很厉害 而是因为这一套东西 实际可以拿我们的身体来操练的这一套理论跟执行的方式 对我们现代人以及下一代 很多代的人 我认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个人的能力有限 才智更是疏漏 所以我发掘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我录这个影像 是期望有其他的人 聪明才智之士 或者后代有心研究的人 可以从这套系统里面 再发掘出更深刻的内涵 以及对人类有帮助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谢谢 我是想到哪里讲 讲到哪里 疏漏以及表达不清的地方 请各位原谅